恭喜大哥 賀喜大哥 我終於上一千了 接下來 大哥 帶大家 一起衝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就一起衝 欸 大哥 你怎麼不動了 大家早安 在台積電這個位階就是一千塊啊 不好玩 不好玩的意思是說 他一直卡在這邊 行警反而是不太會動 他必須在一千塊以上亂跳 九百多塊亂跳 反而才會有大的波動 他這樣子卡住 不動那就只能看紅海啦 所以昨天拉的是紅海 現貨開在做 因為主力可以透過掛單來騙你 開盤才是真正輸贏 既然已經跳上來了 所以我們要記憶的是著高著低 高是626 這裡是421 把它劃過來吧 我們繼續來看台積電五檔啦 掛單又卡在一千跟一千零五 他只要這樣卡住 指數就不會動 不急不急不急 自由人依然是 找機會做多啦 改天他千塊很會跳的時候 那指數就很會跑 其實我是希望他一直停留在九百多塊 九百多塊的台積電比較會跳 這個就很好算啊 一千五就是十五億 兩千六就是二十六億 一張台積電是一百萬 現在都正價差 各位記不記得之前都是逆價差一百多點 現在都正價差 昨天正價差到八九十點 波動率從二十二跌到十八 往下都波動變小 代表的是它處於多頭的狀態 之前一路走多頭 一直漲 它波動率是很穩定的 在十七以下甚至有到十二 這是今年的波動率 現在縮小 那我們就是 他慢我慢 慢慢來 台積電卡住就不好玩了 下一口 表台試試看好了 試水溫 OTC的行情啊 都在漲OTC啊 打個一口大台 停損就守七六 大台買603 小台也賣603 這麼巧 高點是677 低是573 目標是700 又來十點之後 A轉的賣單又出現了 OK 自由人現在下個結論 自由人的多單停損了 破滴了嘛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台積電這邊掛了三千多張 要三十億才能打得掉 這邊掛一千多張 要十億才打得掉 主力就很難去操控期貨 因為成本太高了 能動的二哥也掛了滿滿的 所以下次只要看到這種掛滿滿的 就不要做了 因為它會動得很慢 很難賺很難賺 我相信主力應該會有一些解法 什麼解法呢 不知道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這種狀況 我們就持續觀察 今天的盤中表演到此為止 今天是賠錢收藏啊 下個禮拜一再見 拜拜